裡面有大概的觀念 不過他的敘述書裡面也寫得很冗長 不過陣列簡單講起來 就是說如果你要放的資料不只一個 放多個的話你就一定要用陣列 陣列裡面也有分成一維陣列、二維陣列跟多維陣列 不過一維陣列用比較多 那還有所謂的二維陣列 不過二維陣列就會比較複雜 二維陣列類似就像一個Excel表格 有列有藍的觀念 所以通常是一列裡面有幾個欄 一列裡面有幾個欄 這個東西當然將來二維陣列可以跟資料固搭配 因為哪一欄哪一列真的很清楚 只是說裡面的觀念上面 我想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 他的鎖影子是從0開始 以此類推1234一直往後面 然後大概會有這些 有二維陣列等等的 有個key有個value 另外的話可以用4H的方式把資料讀出來 我直接使用範例來跟各位說明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首先的話怎麼樣建立陣列 怎麼樣做一個陣列裡面的值的輸出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這邊有個陣列 你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 比如說我今天建立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名稱叫做Week Array 後面的話特別注意我給他一個中瓜湖 有沒有跟變數不太一樣 一般的變數後面 有沒有都沒有這個中瓜湖 可是如果你是陣列的話 那你就就是多一個中瓜湖 那首先呢 你建立這個陣列之後 你如果要負與值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塞東西進去的話 這個後面的話 比如說我塞一個什麼 塞一個這個 這個星期幾 比如說星期天 然後再來星期一 星期二 也許你這個可以打中文 如果你這個拼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等一下可以打中文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放進去一個一個放進去 所以最後的話特別注意 反正你放幾個 第一個放進去 一定是放在哪一個位置 零的位置 陣列一定是從零開始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說一個一個幫助 然後你把它放到 那所以這邊總共我們有七個嘛 所以一定是零到 零到多少 零到六 零到六 零的話一定是 sumday對不對 然後一個把它放進去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這個東西輸出的話 並且中間加一個換行符號 那我們就可以跑一個回圈 for 有沒有 那從零開始 特別注意 i一定是從零開始 你不能從一開始 因為陣列一定是從編號 一定從零開始 如果你從一開始 就會從monday 然後呢 它的進入一定是小於等於6 小於等於6 因為6的話也要 就是最後一個 saturday 然後加加 最後把這個東西輸出 特別是中間有沒有 如果你要把它輸出的話 一定是這個沒有 這邊裡面呢 如果你加個0 就代表這一個 加個1 就代表這一個 一時類推 然後後面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畫網符號 那我把它輸出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輸出呢 它就會直接 把星期天到星期六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輸出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從資料庫 然後什麼地方進來的資料 我可以暫時放在陣列裡面 不過這個是一維陣列 因為裡面的話只有一個編號 OK 那除了用這種方式做儲存資料以外 第二種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一個一個慢慢放 有點像是 假如你從 比如說別的網頁 或者別的資料庫讀的話 它一筆一筆進來的話 那你就是用這種方式 把它放到陣列裡面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批次的 整筆的 可能你有7個嘛 那你知道的話 你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樣是禮拜一到禮拜天 這個是利用一個array的什麼呢 函數 這個array函數 它可以怎麼樣 你看它是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篩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整筆篩進去 整筆的放進去的話 你就用一個array 刮糊起來 然後中間怎麼樣 加豆點 有沒有 它就整個就把它放進去 那輸出的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輸出這個地方的話 不過 這邊好像多一個array 小於等於應該 1 2 3 4 5 6 7 那這邊 這邊應該是小於7才對 那最後的話 也是要把它輸出 結果的話 應該也會是一樣的 有沒有 那你說哪一種好呢 反正你要試情況去使用 如果你是單筆 單筆進來的 那你就用第一種方法 如果你是整筆已經知道的話 那你就用第二種方法 關鍵就是在哪裡呢 關鍵就是在這個array的這個函數裡面 你看這個其實跟其他語言都一樣 其他語言也是類似的用法 那不過其他語言可能就是說 差別就是說 你要像這邊是不用宣告說 它陣列空間多大 那其他語言要 比如說我空間要7個 你要先order 你不能說你隨時進來就幾個 不行 你7個就只能做7個 7個的話就是對 像那個java也是一樣 你要order 你要先跟他講說 你這個空間有多大幾個 你不能說像 不過那個php的空間比較大一些些 好 那輸出的話一定是for回圈 那不過 等一下有一題那個 99成本法表 它用for each的方式敘述 for each 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範例 這個也類似了 春夏秋的 不過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類似像那個 剛剛那個 禮拜一到禮拜 禮拜一到禮拜天 那這邊的話一樣 塞一個陣列 到哪裡呢 到這個season 這個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 特別說 記得前面是沒有這個 中瓜糊的 塞過去的東西 不要加一個中瓜糊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用for each 的敘述 剛剛是用什麼 for回圈對不對 那for回圈有一個頭 有個尾 因為你已經知道說總共幾個了嘛 可是如果說你不知道幾個 你要全部 你就可以用for each的敘述 那這個for each的敘述怎麼敘述 特別注意 它一定是for each開頭 然後中間一定是一個瓜糊 可是這個瓜糊裡面 剛剛for回圈裡面是有三個東西 初始值 進入條件 佈進方式 對不對 三個 但是for each裡面是只有一個 什麼東西呢 就是呢 for each是一個 一個幫你抓出來 它一定從編號0開始 所以它會先從0嘛 先從哪一個 先從這一個 對不對 先把春 再來下 秋 冬 一個一個 怎麼樣 抓出來之後 再丟給誰呢 S 關鍵是在這裡 S什麼呢 SValue 所以它會先把春抓出來 丟給Value Value就跑什麼 輸出 再來什麼 再放下 再放秋 所以這個輸出的話 就是什麼 其實結果應該 如預期的 春夏秋冬 不過 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 因為 我這個好像原來編碼是Big 5 把它改一下UTF8 OK 很多同學 因為 如果你在IE裡面 Raw沒有問題 不過現在因為Chrome 它預設就是UTF8 所以如果你遇到剛剛的問題的話 你把編碼方式改一下 再跑一下 應該就OK了 好 看一下 最後結果有沒有 每年的四季分別為 就是這個 春夏秋冬 有沒有 所以 等一下 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請各位 4H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前面主要介紹說 如何建立陣列 兩種方法 第二個是說 用4回線輸出 再來用4H的方式輸出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你說Java裡面也有4H 敘述的方法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結果是一樣的 OK 那如果說 想想看 請各位把那個上個禮拜 99層發表 本來是4 本來是4 改為什麼 改為4H 這就有點難度了 請你把4改成4H的敘述 該怎麼做呢 這個我想試試看 這個很重要 4H部分 這個地方就是正列 配合4H的敘述 這裡我想各位 先想想看 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打開 的